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主要人物包括马布芳 马洪葵和马洪斌等 合成为西北三马 1933年甘肃临下街头的江人 1936年宁下05县拉运货物的马叔 马家军主要分为青海马家军马骑 马林 马布芹 马布芳和宁下马家军马洪斌 马洪葵 无论是北洋时代还是蒋介石时代 他们都承认中央政府 同时保持治理权利 1933年青海一顾人家 1930年代开始 蒋介石想加强对西北的控制 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狠独犯 马洪葵 马洪斌 马布芳 马布芳等孔地盘南保 乃联合聚孙 史称四马聚孙战争 经过四个月激战 以孙殿英惨遭毁灭性打击而告终 1933年青海妇女 由于历史 地理 气候等原因 西北地区的百姓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 而控制这一地区的马家军 为蒸地盘打得不可开交 忽视发展生产 改善民生 加剧了经济衰败 1933年青海的神雕大厦 1933年 新宁的街道 军阀在此地征收各种车捐杂税 还抓丁拉夫 为了应付多如牛毛的捐税 农民们不再种植粮食 而赶重收益更高的鸦片 这导致工商业发展基础更薄弱 抗灾能力更低 1936年宁夏小学生 1932年到1933年 女华桥林彭霞利用半年多时间 考察了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对那里的贫穷状况有鲜活记录 比如 她在甘肃途径一个村庄 入村鸡犬无闻 气无人际 两旁房屋 巨城残破 隶属石乎乌不如此 乌偶不异空事外 寺内微有生息 使入 仍不能见乌 少请 乌发现乌角游母女三人 罗儿如意 坐于热闺而取暖 寿削乌惠之面目身躯 鬼无视之 空有不免有逊色 1936年 宁夏威州街景 两头骆驼慢悠悠走过尽头 1936年 宁夏银川街景 街上人不多 1936年 宁夏银川街景 918事变后 为了抗战建国 国民政府注意到 了西北开发建设的问题 1932年到1935年 通过了十几项相关议案 开发西北 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 因为战争因素的干扰 西北的发展程度有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